生死瞬間 MINI COOPER逆向撞砂石車 前天一名要回花蓮老家參加豐年祭的柯姓男子 駕駛MINI COOPER行進舒嬅公路新澳隧道 進逆向悟闖北上隧道 與砂石車正面撞擊 警銷趕到現場發現兩人受困車內 先將還有義式的乘客脫困送醫 再把全身多處骨折 比如生命跡象的駕駛救出 剛好在隧道口的目擊者江士昌表示 警方指出 新澳隧道以南北分流為單線車道 懷疑死者未趕散前方父母的車輛 而誤處錯誤車道兩次 動新聞 宜蘭報導